大家好,今天我介紹一個蒜蓉雞湯焗腰果 材料有半磅腰果 一個蒜頭,撕乾淨洗乾淨 還有兩碗清雞湯 用蒜蓉倒入清雞湯 然後就去煮,煮到蒜頭爛爛為止 所以盡量希望蒜蓉不出色 待會再回來看效果 煮滾了大概10分鐘 可以試一試味 看看現在的味道如何 是很好吃的 蒜頭煮多久才會爛掉呢? 我想很久了 現在這個時間不如可以直接這樣 找些東西爛掉 這樣會快很多 拿一拿下來慢慢壓一下 讓蒜頭味完全融入湯裡 待會再試多一次味 即是那些口感完全你覺得OK的話 就可以浸那些腰果下去 沸一沸起它 等攤回涼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先弄好湯底 除了腰果之外 其他果仁都可以的 花生呀 合桃呀 即是你想有其他特別味道的都可以 反正你出去買那些 有味道的果仁都很貴的 可以嘗嘗多些口味 現在再煲一下它 待會再回去見 就差不多了 我便加少許啡糖 讓它的顏色好看 少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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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OK的了 放小了的腰果 這裡有泵泵 只要滾一滾起就可以了 然後放涼 可以一邊浸泡 一邊放涼 放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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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腰殼滾氣了 我們可以關火了 待會撈氣 再做第二個步驟 拜拜 腰殼滾氣了 封乾大概兩三小時 剩下湯 有很多蒜蓉 煮菜也沒問題 不用浪費 待會吹乾了 再回來看看 腰殼滾氣已經滴乾了 怎樣做呢 先把材料放在下面 用廚房紙在斜的位置吸收 吸收汁 吹了三四個小時 已經乾了 現在可以放在鑽籠裡 好 放火 放入鑽籠 鑽籠 放入鑽籠 鍋子 乾 後面 下麵 轉入鑽籠 大概放200g 可以試試放進焗爐 焗爐預熱了180度 焗20分鐘 腰果加起來 焗了45分鐘 用200度 倒進密實袋 可以放幾天 多謝收看 拜拜